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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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8岁黑人青年布朗几天前被警察射杀所引起的骚乱和警民对峙 仍在继续 佛格森的街道上警察使用高音喇叭命令街上人群散去 另外装甲车辆也协助全副武装的警察将示威民众步步向后推 当地警方负责人约翰逊星期二清晨对记者说 警察遭到了猛烈攻击但未放一枪 但有抗议者开枪打伤两人 他还说看来很多抗议者不服从警方的命令拒绝离开 有31人遭到逮捕 约翰逊在凌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暴力仅仅是一小撮不法分子所为 来自外州的犯罪分子正在煽动暴力 把和平的抗议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 抗议群众是和平的 他们尊重他人不同警察冲突 也不扔燃烧瓶 扔燃烧瓶开枪射击是犯罪行为 将危害生命和财产 今天晚上有很多报告说有人开枪 另外还有两起大火一起在一家企业 另外一起在一处无人居住的房屋 在佛罗里森特街和坎菲尔德街 警察遭到猛烈的枪击 报道说佛格森镇警民对立持续 与布朗尸检报告出台有关 布朗家人请求的私人尸检报告说 布朗至少中六枪 布朗家人雇佣的律师本杰明 科罗摩普说 最初的尸检报告说 布朗至少中六枪至少六枪 也可能还多 不过布朗至少中六枪 这只是最初的尸检结果 负负责尸检的迈克尔拜登医生说 除了一颗穿透布朗头部的子弹外 其他枪伤都不致令布朗毙命 布朗家的律师克鲁姆还说 这些枪伤证明了现场目击者的话 警察开枪时布朗正在投降 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已经表示 联邦政府将独立进行布朗的事件 另外刚刚结束度假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司法部长霍尔德会晤 听取有关弗格森事件的最新报告 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表示 司法部长霍尔德星期三将前往弗格森镇现场 会晤对布朗之死展开调查的联邦调查局等部门的官员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把镜头转向乌克兰 乌克兰的军方说 他们在被轻俄反叛武装攻击的车队里 找到了15具平民的尸体 军方发言人历生科在星期二说 由于乌克兰东部地区战乱不断 军方现在已经停止寻找更多实体的努力 那么基辅方面表示 俄制的迫击炮还有火箭筒 在卢干斯克附近击中了一个逃离战乱的车队 很有可能造成包括儿童在内有数十人死亡 分离分子的一个首领 他们否认了反叛武装攻击平民 他们并且指责是乌克兰军队 应该要对这些人的死亡负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谴责了这一次的袭击 他说试图逃离战乱的无辜平民 成为了袭击的受害者 哈夫还说 美国还没有办法证实 到底是谁发动了这场袭击 继续我们来看看在澳大利亚有一位矿业巨头 他最近因为发表攻击中国还有澳中贸易的言论 结果引发了澳大利亚各界的强烈谴责 下面继续是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澳大利亚亿万富翁克雷福帕尔默 星期一晚上 在一个向全国播放的电视节目中 称中国为流氓国家和杂种 他指责北京试图接管澳大利亚 帕尔默去年当选为澳大利亚议会议员 他的矿业公司与中国国营合作伙伴 中信泰富矿业公司发生法律纠纷 中信泰富矿业公司在法庭辩论时 披露帕尔默曾挪用两亿澳元资助他的政党 帕尔默统一党的竞选活动 帕尔默在电视节目中被问到这个问题时 发表了激烈攻击中国的言论 这不会抹杀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中国政府要把他们的工人派到这里来 摧毁我们的公司体系 也不会抹杀这样的事实 即他们要接管我们的港口 攫取我们的资源 迄今他们已经把价值两亿澳元的铁矿石 运出澳大利亚却没有负账 我不在意站在反对中国杂种的立场 制止他们这样做 帕尔默的言论引发强烈争议 星期二澳大利亚政界各重量级人物纷纷表态 试图撇清他们自己和澳大利亚政府 与帕尔默的关系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霍基 称帕尔默的言论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形象 我认为帕尔默发表这样的评论 对他自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因为他最终从中国投资伙伴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据报道 中国投资伙伴帮助他开发了他所拥有的资源 现在他与其中国合作伙伴出现了法律纠纷 我要对帕尔默说 请不要因为您的偏见而连累其余的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农业部长约伊斯 称帕尔默攻击中国的言论是不公平的 他说这种言论在澳大利亚与中国 正在落实自由贸易协议的细节时 是没有帮助的 西澳大利亚州总理巴奈特 称帕尔默让人蒙羞 指责他损害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长期关系 帕尔默先生展现了澳大利亚最糟糕的一面 他刺害了澳大利亚在中国工商界和政界心目中的国际形象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 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BOA新闻应用程式 有人这样站出来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唯一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形状 你把真相吃起来让大家吃到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台湾市长赖清德今年造访上海时 公开谈论台独的议题 并且要求中共当局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而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 赖清德的名字也多次地被媒体提到 今天赖清德来到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将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 分享他对于台湾政治 南韩关系以及美台关系的看法 欢迎赖市长 是 那个邀逸好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那么此外呢 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的热线 已经开放给两岸的朋友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 400 120 0551 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 00 801 148 940 参加节目讨论 发表您的看法 或是您有问题要问赖市长的话 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是 那我先请教一下赖市长 这次您访美的行程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 这次访美时间大概八天 有几个目的 那第一个目的是 今天要去IBM总公司 看智慧城市的这个展览 那主要是因为台南市是台湾文化的首都 有非常丰富的古文化 但是台南市也是行政院核定的地碳智慧城市 也有很进步新的文明 那台南市甚至已参加IBM公司 2014智慧城市大挑战 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城市当中脱颖而出 是今年16个入选的城市之一 上个月IBM总公司也派了国际级的六个专家到台南市 那协助台南市用智慧的这个科技的系统 然后让台南市的交通 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所以因此我第一个重要的行程 就是在今天预计去IBM总公司 去看他们智慧城市的建设 那另外台南市也是棒球城市 那早期我们都很清楚 有七辅哨棒 巨人哨棒 那有很多知名的这个棒球选手都来自台南 像王建民 还有郭宏志等等 那我们有心 把台南市打造为全台湾最重要的棒球城市 那我们也很不容易得到国际棒总所举办的 在2015、2017、2019三届的主办城市 我们有心让台南市成为未来的美国的威廉波特 所以我明天要到威廉波特去参访 看看他们怎么举办比赛 让台南市未来的这个国际级的棒球比赛 能够举办得到最好 甚至也能够得到国际棒总 不仅仅是给我们三届 未来每一届都有机会在台南市举办 那这样的话对整个台湾的棒球运动的推广 或是让台南市借由棒球跟国际接轨 都有莫大的帮助 所以我想主要的这个行程有几个 但是我想这两个是 我先提出来 是 我们知道其实台湾跟美国一样都非常喜欢打棒球 像美国这个您提到威廉波特 美国副总统这个拜登呢 他其实之前也是打烧帮出来的 所以说相信在您到时候在威廉波特方面 可以取得很多的这个经验宝贵之谈 那不过我们也知道说您在这次访美之前 刚好也发生了我们知道说地方上 台南因为有这个暴雨 所以有淹水的现象 那么曾经也有媒体或者是说其他政治人物 有质疑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出访 那在同时呢 我们看到其实在高雄发生了一个这个悲剧 就是这个气暴的事件 那么同样的这个 陈菊市长也遭受到很多的责难 但是我们就看到好像中央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所以从这个气暴到这淹水事件来看 您觉得说台湾的地方政府 或是南部几个民党执政的县市 与中央是不是有一些不同调或不同步的现象 是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了 我这两个重要的行程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对未来台南的发展 都非常的重要 必须要由我亲自来主持参访的工作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这个行程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 那刚好碰到 这个今年是选举年 议会开议 把时间提早到这个月份来 那否则的话呢 他们过去以往大概都9月甚至10月 才开第二次的这个定期会 那这次的这个西南气流所带来的这个超大豪雨 8月12号是下的比较重一点 下的比较多一点 不过就整个台南市在过去十多年来 地方跟中央吸手合作 治水已经收到了成效 那几个37个行政区 大概只有少数几个行政区 有淹水 那在当天也都退了 比较严重的安定 安定地区 它的淹水一直到第二天才退 那整个附件工作也都已经完成 所以我16号才从台南离开 来到美国 那至于高雄的这个气暴事件 我想这个是多年来的问题 你现在指责中央或指责地方 就我个人看来 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 那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事实 要去解决高雄这个地下管线 尤其石化管线的问题 绝对不是地方有办法单独完成 如果没有中央协助的话 也没有办法 那因此我想社会啊 除了关心高雄的气泡 给予很多的捐赠 很多的帮助以外 大家更期待中央跟地方能够合作 不要因为中央这个国民党在执政 地方民进党在执政 因为蓝绿的不同 而彼此之间有这个嫌隙有间隔 以至于没有办法合作 我想这样的话 对整个这个高雄来讲 对市民来讲 其实很不公平的 那我们在台南 我们这三年多来也是一样 虽然我是民进党 在台南是执政 那我选择不泡打中央 也不批评过去 该中央做的 我们请中央协助 该地方做的 我们绝不推迟 所以这三年来培养很大的默契 那我希望这样的模式呢 其实可以提供给其他县市 或是高雄这次气泡 未来的解决 可以做一个参考 事实上您说到不看 这个过去的 我们就让它过去的 我们看未来 那我们来看未来的话 就是说 我们知道蔡英文 她在7月14号的时候 到台南这个参加 党部会议的时候 称赞说您是为2016年大选 打下基础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很多人 您在台南的政绩 有很多人都认为说 是非常的好的 也给您很多的称赞 所以这样子的解读 是不是说 您打下基础 是不是您有可能会在 这个蔡赖配或者是在2016年的大选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呢 是 这个台南市的市政推动 这三年多来 非常的顺利 我个人不敢鞠躬 除了过去的县市长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以外 像台南市议会 赖美会议长 率领的这个议会 大家也非常支持 那我也亲自到地方 跟区公所 跟里长 里市长 社区协会的里市长 每一年都要定期开会 协助解决地方上的问题 那我一直期待 第一名的这个市政满意度 这个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那应该把这个利益 带给全台南市市民 我是非常期待 能够因此提高台南市的知名度 跟高度 让更多的人来台南市 旅游 投资 甚至搬来台南市居住 让台南市能够进一步的发展 那蔡主席当天的言论是 主要是指 那因为我们台南市有打了 有对针对2014年的地方选举 有三个总体目标 第一个总体目标是 市长要当选连任 议会要过半 维持议会的政府议长 还是米朗吉 那第三个呢 就是22个县市 县市长的总得票数 要赢过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的总得票数 一举打下2016年总统大选的基础 那过去不管是地方选举或是总统大选 22个县市里面 民进党在台南市通通都是赢最多票 所以主席的意思是希望 台南市这次不要例外 如果要总得票数 赢过国民党的总得票数 那台南一定要扮演最积极 最关键的角色 它的意思是在这里 这样子 那您在 您刚刚提到说这些市政的方面 还有您说 在台南打下的这些基础 其实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相信人民也看得到 那您会希望把这样子的经验带到中央吗 青年勤政 传承创新 是我推动市政的精神 我觉得这样的精神是可以为 台南市其他21个县市做参考 那未来如果民进党有机会重返中央的执政 我也希望这样的精神得以落实 那这个其实是最起码的要求 青年 勤政 这个是最起码的要求 那因为整个台湾不断的在进步 好的 要留下来 就要传承 那不好的 或是有新的知识 我们要创新 那这样社会呢 才有办法在 在与时寂静 才有办法持续不断的进步 那我们提到说这个青年 比如说青年勤政 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现在台湾也都很想参政 或参与公共事务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最近这个新闻上报的 费费洋洋就是这个 淡江的这个陆生 大陆的学生叫蔡博毅 他要出来选这个淡江学生会长 引起很多的争议 那我们知道之前也有这个陆配 就是大陆的这个新娘 或者配偶嫁到台湾之后 他们成立所谓叫做中华生产党 他们希望能够多生一些孩子 一些中华民国公民的孩子 然后投票 然后支持统一 您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来参与台湾的政治 或是公民的活动 您有什么看法 好这两件事情 我必须首先指出来 性质上还是有一些不同 因为淡江大学 那是一个校园内的这个活动 那原则上在台湾的民主政治的 这个社会的氛围里面 基本上校园的事物是独立自主的 即便是市长或是总统都不宜干涉 但就个人而言 我认为只要符合相关的规定 你是来自中国或是来自美国 来自日本的学生 他如果有办法参选这个学生会的会长 甚至于当选 我觉得这个对淡江大学来讲 这个是好的事情 这个是好的事情 那至于这个中华生产党 如果说因为两岸的交流 自然而然 陆配多了 那生的这个新台湾知识多了 然后因此他们有机会 得到一个国会的席次 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不必去 去给他特别的这个 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 但是如果刻意 组这样一个党 然后刻意去朝这个政治上的目标去迈进 而不是说两岸的结婚 这个是老百姓这个生活之间的普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社会上会比较难以支持 那你提到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就想到说 我们在接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 他相信也是大家很想了解的一个话题 也就是今年您在上海的时候说到说 台独是台湾的社会共识 那我们知道这个蔡主席之前也说台独是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或是一样的地方吗 那么您当时也说了 台湾社会到底是先有民进党才有独立的主张 还是因为社会先有台湾独立的主张才有了民进党 那您还要求中国政府要来做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思考这个台独的议题 您觉得中国政府有这样子来思考吗 是啊 我这次去上海我主要是传达几个重要的讯息 那第一个就是民进党在参与两岸的这个交流上面 已经有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调整 所谓在今年一月份通过了2014对中政策检讨纪要里面 明白要求这个民进党本党同事应该要展开自信积极的交流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忍心见到两岸这几年来的交流 看似越来越频繁 可是台湾社会对未来两岸发展的疑虑却未来越深 如果这个现象不改变 那对未来两岸的和平发展其实是有影响 有负面影响 我想太阳花学运的爆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所以民进党应该要负责任让台湾社会多元不同的声音 让中国能够听得到 而不是过去不管是江炳坤连战吴博雄传达的都是同一个讯息 他们越过去那台湾社会越不安 那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我第一个传达的讯息是民进党的政策改变 那也希望中国也能够积极自信的跟台湾社会 或跟民进党展开交流 那第二个交流当然会碰到不同 但是大家彼此要求统存异 不然中国是主张要两岸要统一 那台湾社会根据民意调查 70%的民众是主张台湾是要独立的 如果没有维持现状这个选项 是70%几是主张应该要独立的 那你如果要先去解决这个不同的问题 那就会跟过去一样 只有少数人这个在台湾社会已经失去的代表性 那可是传达的是一个假的错误的扭曲的台湾社会的讯息 那这样对台湾在未来两岸的发展其实是不好的 如果我们大家求同存异 诚实面对 坦诚的大家互相交流 那这样的话 这个是好的事情 所以我传达的第二个讯息是这样 那第三个可能他们对民进党不是很清楚 其实民进党在创党的这个 这些党主席里面 像江鹏坚 像黄信介 许信良 林毅雄 施明德等等这些人 通通都是主张爱与非暴力 这个也是民进党本身的这个文化 那台湾社会的民众是爱好和平的 不会在两岸的议题上面去挑衅 那如果老百姓主张希望一个独立的话 其实基本上也不是说表面上的统独 他们是想要选择一个 有一个选择圈 对 选择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方式 所以中国这边如果能够尊重能够了解的话 那彼此就有机会透过彼此之间的交流 经由这个了解 理解 谅解 和解 然后会朝向和平的发展 我想我去主要去传达这几个讯息 那这次我到华府来 也跟几个长期关心台湾的朋友 美国的朋友 同样的也是跟他们传达 民进党的政策的调整 以及民进党的这个调整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非常期待习近平国家主席 来到美国所提到了 他希望中国跟美国未来能够不冲突 不对抗 尊重 合作 共创双赢 这样的理念应该要去落实 那美中之间的关系能够缓和 那同样这样的理念也可以落实到台海两岸 两岸这边来 那如果说习近平国家主席 他也提到 两岸应该像兄弟 兄弟同心奇力断金 那我觉得这种合作的方式其实是很好的 我想我今天来也是传达这样的讯息 谢谢市长 我们其实也是很难得从民党籍的人口中听到说 两岸有叫兄弟之邦的感觉 那我们来听听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们先来这个接听的是辽宁的孙先生 我们先来接听的是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您好 您好 请说 我想请问乃市长 蒋介石总统在市场的时候 说台湾是独华民国的一个省 如果从现在的两岸形势来看 台湾的地位怎么称呼 是什么 如果要是叫台湾国是现实吗 如果台湾是叫台湾国 那海海战争可能是不可避免发生的 是 好了 我是问题不用玩了 好的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 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热线 我们的中国大陆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1 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另外我们来接听的是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请说 我历来对中国政府这个事情 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很好的反思 但是非常让我遗憾 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社会制度也好 对自己的体制也好 对自己的所有一切东西也好 他没有进行过反思 你比如说中国大陆现在是两岸四地 台湾港香港澳门包括中国大陆 这现在这四个地方 现在就是说这个应该 我们应该有一个换位的想法 你比如说欧盟 欧盟现在有很多国家 人家去向往欧盟 我尽量加入让我成为一个欧盟的成员国 我感到光荣 每一个欧盟的成员国和 张先生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直接请教您 您的问题是不是说 希望说两岸四地能够成为一个像 类似欧盟的模式 这是您的问题吗 不是 这个我说的意思 就是说他总 他这个政府 他总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就是说你 这个离心离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应该找到 是就在 为什么台湾有这样的想法 比如说他台独也好 现在香港那会儿也要什么 搞那个什么普选也好 这些东西 他为什么跟你不一样 你应该好好的设施一下 你作为一个国家来讲 他真正的方向是什么 是不是就真的 好的 我们了解张先林的意思了 听听张先 感谢您的来电 那我们就想请教一下 就把这两个问题 请赖市长来回答一下 第一个是辽宁孙先 他请教说 从民党的角度来看 到底台湾是什么 因为他说蒋介石的时候 这个之前蒋总统 他的想法是说 台湾是这个中华民国的一省 那这样子的理念 在这个民党的 这个两岸政策 或者是大政策里面 是否有所改变 还是怎样来做定义 那么天津张先的意思是认为说 他认为这个北京当局 中国方面应该要来 自己思考一下 反思一下 为什么今天台湾香港 会离心离德 会想要独立出去 那这两个问题 您来回应一下 是非常谢谢 这两位朋友的指教 民党对台湾的这个主权的认定 是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那如果就国际法上面来讲 那包括主权所设定的几个条件 其实民党都具备 不管是领土 主权人民 这个通通都有嘛 这个就是几十年来 台湾已经发展成为 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这一点呢 可能我知道 在中国有很多朋友 他们还是停留在过去 不管是文化上 或是感情上 认为台湾应该是中国的一省 那这个是彼此的不同 未来应该要透过有效的方式 大家理性务实的来解决 那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香港跟台湾要分离出去 那我想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其实统独啊 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他追求的是一个符合自己 这个生活的方式 像民主的制度 自由的这个人权的这个生活 这个才是核心的这个问题 那这一点呢 因为中国目前现在还是一党专政嘛 那如果说你用一党专政 要来 要来这个统领 整个这个 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华人地区 我想这个恐怕 不是只有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会持不同的看法 恐怕香港或其他的地方 其实大家也不会认同 那尤其最近 这个国来办 中国国来办 这个一个发言的范小姐 她特别提到说 香港的这个自主 是要看中国 给予他们多少的这个自主的权利 他们才能够过多少的自主的这个生活 那这样的话呢 更加加深的台湾人民对 一国两制的疑虑 这种说法也没有办法解决香港目前所诉求的 一个更符合他们生活方式的制度 我觉得这个是恐怕是没有什么帮助 市长我想最后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提到这个一国两制的方面 或是说港台的人民对于这个北京当局的性能程度 我们想到就是昨天才发生这个柯 艺人柯震东跟房祖民的这个所谓涉及这个大麻吸毒案 那我们当中也看到了 其实中国的司法的体制 还有一些可能不是很符合 我们所谓国际人权那个现象 例如说他们被拘押之后 是完全没有通知台湾方面的 尤其台湾其实跟大陆方面 是有跟中文有签署投保协议 也就是说如果拘束他方投资人员的人身自由 要在24小时之内通知 但是我们看到柯震东在8月14号就被逮捕了 但是消息一直到18号才被披露出来 而台湾陆委会也说 台湾的法务部会去反映 但是这个反映的效果到底是有多大也不知道 因为目前还不知道 柯震东什么时候可以被放回台湾来 尤其双方的法律可能对于毒品的定义不大一样 或是刑期的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是说 双方现在目前两岸签了那么多的协议 我们知道有ECFA 有服务贸协议 有很多的司法互助协议 但是连司法互助协议都没有办法落实的话 两岸未来的签订协议是否可以信任呢 那甚至说马总统想要签署了和平协议 就算签署了 我们可以信任他吗 是 那要于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问题 也是台湾社会非常关心的议题 那就拿这个司法这个协议来讲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台湾的很多罪犯 有很多是罪犯 可能是贪污犯 甚至枪击犯 有些是经济犯 就逃到中国去了 那尤其是经济犯还大有大百了 在那边过了一个相当富裕的生活 那基本上如果 如果中国要跟台湾有进一步的交流 基本上这个协定是应该去落实的 就是在台湾犯罪的人 不管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利益 经济上的利益 其实中国都不应该去让他这样逍遥自在 这个会加深台湾社会对中国的疑虑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要去签和平协定 我想台湾社会目前是还没有这个共识 原因是因为签了这个ECFA之后 其实也并不如原先政府所宣称的这些效益 真正有在台湾出现 好比说这个我们就可以吸引外来的投资在台湾 那结果没有 签了之后 外来在对台湾的投资不禁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 那第二个呢 他们认为签了之后呢 台商会回到台湾本土来 因为本身是已经税负减免了 但实际上也没有 反而台湾的企业家进一步的往中国去投资 这个数目是增加很快的 本来过去一年大概七十几亿美金 那ECFA签订之后大概都百亿多美金 今年到七月份的时候 也已经有七八十亿美金对中国的投资 所以这个种种的协定 不要说没有发挥任何的效果 但至少没有发挥原先政府所宣称的这些效果 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要去签和平协定 和平协定 尤其是政治上的立场 彼此还南辕北侧 在这种状况之下 怎么有办法去签一个让老百姓 能够接受的和平协定呢 好的 谢谢市长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请您很简短的 以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做回答 就是您这次访美之行 您跟美方的人士接触之后 您认为说美方对台湾现在的态度怎么样 美台关系是否稳固 而且美方对民进党的政策是否接受 是我想这次来更进一步深刻的体会到 就是说他非常关心台美之间的合作关系 那目前的关系也算是稳健 也算是稳健 那他们也欢迎民进党这种对两岸政策交流态度的调整 他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 发生更具体的这个效益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亚太区域的和平安全就有办法维持 好的 谢谢赖市长 因为时间关系呢 对于台南市市长赖清德的专访 就只能到此结束 稍后呢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30周年暴力事件为何延绵不绝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谢谢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 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B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时时大谈的直播现场 今年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30周年 但是呢在许多维吾尔族以及藏族的自治区域呢 对抗北京当局的暴力或者自焚抗议事件仍然经常发生 这些层出不穷的抗议活动是否代表 30年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失败了呢 而7月底新疆地区又发生了砍杀事件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无法根绝 中共对于这些自治区域采行的政策 是否真的符合民族区域自治法当中的规定 民族区域自治的未来是被同化 还是真的能够自治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第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 张教授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张教授您好 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马里兰州双宝大学历史系教授 南海云先生 马教授通过电话从维吉尼亚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马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 请您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的 那我第一个话题想先请教一下马教授 也就是我们看到说近年来这个新疆的暴力事件越演越烈 七月底呢才又有新的砍杀事件发生 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 他分析说呢认为新疆将是下一个车程 您的看法是不是跟他们一样 当然将新疆车程化这种提法有点极端了 这种提法表面上看因为这个车程啊 中亚啊新疆都是突厥民族系统这个大的范畴 而且历史上呢也有类似的经历吧 但是你如果从中国的这个角度看的话 新疆实际上不可能成为车程或者车程化 最简单就是说你有大量的这个汉族人口 而且这个维吾尔人或者维吾尔文化 历史上也不是说像这个车程啊 像其他地方有那样激烈反抗的历史 他还是比较一个平衡的名 他这个文化或者他的伊斯兰教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呢你不排除就是说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会看到这些很激烈的暴力的抗争 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多的跟那个复仇啊 跟这些地方的政策有关 而且车程化这种东西目前来说 至少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联想 嗯好谢谢马教授 张博树先生我们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看到呢根据中国政府的定义呢 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呢 他说是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 那么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呢 实行区域自治 而且呢他们能够设立自治机关 达到他们有这个行使自治权 那么从过去的三十年来 根据您的观察 您觉得这些自治区是不是真正实行了自治 是不是真正行使了自治权呢 张教授 你提了个很好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区自治法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话呢 在新疆在西藏的话呢 还有很多问题 大家也都在怀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尽管民族区自治法里边规定的很多内容听起来是很好的 比如说这个要尊重这个少数民族的自助权利 包括它的政治的 人化的 经济的 这个方方面的权利 但是事实上的话呢 在这个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问题 那么首先的话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这么一个体制嘛 说啊 党权体制 我们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话 都有党委书记 你党委书记 而且在新疆和西藏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由汉人来担任 我自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在新疆历史上的话呢 只有一任是由维吾仁自己来担任 自治区的党委书记 在西藏的话呢 一任都没有 只有一任是由武京华 他是这个另外一个小国 所以在一个党权体制之内的话呢 我们给所有的民族的地区 都派一个堂会书记 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体现了民族自治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这里面是有问题 这是一条 还有一条的话呢 当然就是这个 由于共产党的话呢 过去长期曾经执行这个积极斗争啊 这个无神论啊 是吧 这样一些基本的这个政策 那么对少数民族的文化 宗教这个方面 确实造成了成都不同的损害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的话呢 中央政府这方面不能说他没下功夫 他也想去改善这个情况 但是毕竟的话呢 我们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赚一个总的一个体制 总的一个政策框架 还是赚一个东西 嗯 所以这个 张教授 我接下来想继续请教您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法令当中的规定 我们知道说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 第12条是这样写的 他说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呢 根据当地民族关系 经济发展等条件 并且掺着历史情况 可以建立一个或是数个少数民族群居地 以基础的自治地方 那我们看到最近在达南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 再度强调说流亡政府的这个政策呢 是中间道路 并不是要独立 是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自治 那么这个流亡政府的说法是否就符合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呢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到现在还是不接受中间道路 OK 我是认真研究过这个达赖喇姆和西藏流亡组织 他们的这个关于中间道路 这个两个文件 他们前后发过两个文件 我是认真研究过的 我的结论是这样 就是他们确实的话 还是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内 来寻找一种落实藏人这个自治的这种制度安排 这个方面我认为他们是这个诚心诚意的 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北京这个中华统战部不接受藏人的这个中间道路的提法 也不接受他们的建议 那我觉得简单的来说嘛 就是这个敌对思维的一个结果 敌对思维 他一直把这个达赖喇姆视成了国外惨华势力的工具 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达赖喇姆方面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他们都是认为好像是居心叵策的 你一定是不怀好意的 那么这样一个认知前提就决定了 他对这个藏人方面提出的许许多的建议 包括在这个 至少在我看来的话呢 应该还是一些很合理的 这个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建议 那么他们采取了一个明确拒绝的态度 我觉得这是当然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个情况 好 谢谢张教授 接下来请马云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 您知道这个民族区域的自治呢 它有哪一些优点 有哪一些缺点 您在对于它这些方面优点的缺点 您是如何开的 比如说37开 46开或者是55开 另外呢 也请您谈一下 它这个制度呢 有一些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 马教授 我觉得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就跟张教授刚才所说的 其实呢 你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它这个制度并不是说很坏的 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延续了这个清代啊 民国啊 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 一直到现在它有一个连贯性嘛 但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个西藏跟新疆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反应呢 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理解 把它要么上升的太高 要么上升的太低 实际上这里边有两个大的前提 第一个 民族区域自治法 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行法律或者基本大法的一种补充 并不是说你到了新疆或者新疆就只有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法 实际上大家都忽略了 你在中国任何的地方你讨论的时候 首先应该讨论的基础是中国的法律 在这个法律基础之上你才讨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法 但是你现在看到新疆跟西藏 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些什么公安啊 武警啊 公检法呀 它这些手段那么基本上就说反中国的法律 就是因为它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嘛 它是一个补充的法律 所以大家都在忽略了当地人的这个基本的权利 政治权利啊 宗教权利啊 所以好像大家都觉得说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出了问题 实际上不是的 我觉得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 你从50年代看的话到60年代甚至到这个文革前期的话 你基本上没有造成这么大的冲突或者是什么创伤 所以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实施真正的中国法律 没有保证这个维族人或者藏族人的基本的这个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象征的 大家不是说好像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就好像是有少数民族在自治 那是苏联模式的加盟共和国的形式 但是在中国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 实际上是说少数民族可以在民族自治的地方参与政治 并不是说你控制或者主导政治 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前提 另外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它是一种民生上的优惠政策 那相当于在美国你对这些弱势群体有一种政策上的倾斜啊 或者民生上的倾斜啊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少数民族有很多优惠政策 这个你可以更多的理解为一种对区域或者经济或者社会发展不协调 或者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实施的一种国家的补助行政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民族区域自治法在过去的30年吧 事实上就是说在民生方面确实是对少数民族提供了一些帮助 但是在落实少数民族的中国公民的权利方面 民族区域自治法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的基本法律 所以我觉得如果处理好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跟中国的基本法律之间的关系的话 才有可能提升一下这个民族地区的和平或者是问题 是 谢谢马教授分析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张博树教授 刚才马教授提到了中国的少数民族跟前苏联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周恩来其实在1957年的时候 就在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里面 他就说了 他说在我国汉族人口多占地方少 少数民族人口少占地方大 悬殊很大 而在苏联俄罗斯人的人口多 但是占的地方也大 如果中国采取联邦制就会在各民族之间增加借强 增加民族纠纷 那么他认为说如果说实行严格的单一民族的联邦制 很多人就要搬家对于各民族团结发展都很不利 所以中国不采取这种办法 而要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我们现在来看看中国各个自治区域的状况 以及现在这个乌克兰还有克里米亚的情况 您认为说周恩来当时的考虑是对还是不对呢 首先我觉得把50年代周恩来的 关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见解 和今天的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情况 克里米亚的情况来做一个对比 这样对比可能不大合适 因为这个背景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就谈当年周恩来的这样一些观点 我倒觉得它其实是针对前苏联时期 它的加盟共和国制度 中国为什么不搞加盟共和国 它是做的一种解释 中年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是列宁时代搞起来的 而且它的前提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列宁的所谓民族自治权的思想 所以这是一个挺复杂的话题 我们今天没法展开 那么周恩来的话讲的是说 中国由于民族的这种分布情况 它属于是那种分布的比较复杂 有这个大的聚居又有小的杂居 大这个民族地区里面的话 又有里面一些不同的小民族 大家生活在一起 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你找这个联邦制显然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也觉得的话呢 就50年代当时的特殊背景而言 那么周恩来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 这样一个解决这个民族问题的思路 我觉得在当时来讲还是可以理解的 甚至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思路 问题是后来在我们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演变过程当中 那么在少数民族地区出了大量的问题 这些问题说老实话 这个不完全是由于这个民族区自治本身里面的一些问题 所造成的 那么和我们国家整个的这个制度都是有关系的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党权为主的国家 而且的话呢 对少数民族总的来说 多多少少有些不信任 我记得我们国内有一位老先生叫何芳 是个老共同党人 他写过一篇文章 他就讲的话 中国的民族制度 我们这个这方面的话 民族政策有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叫做党管一切 第二个叫做汉人当家 这两条当然都不利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真正落实 这我觉得是个大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两位观众的任性电话 首先来接听一下内蒙古的牛先生的电话 牛先生您好 你好 那个民族自治法就是形同虚设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刚才嘉宾也提到 但是我说啊 就是建国初期啊 少数民族啊 这个可以当党委书记 内蒙的乌兰夫 新疆的赛富顶 广西的是韦国清 宁夏是马进仁 西藏还有阿佩阿旺敬美 还能当这个副委员长 现在的少数民族啊 都是第二把手 有的在第二把手都当不上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奥巴马在中国 他最多能当多大的官 我看也就是当个村长 谢谢 好 谢谢内蒙古的牛先生 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 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孙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说两个问题 第一个中国这么大 区域这么广阔 想发展 想发展经济 首先从沿海战略 沿海城市开始发展 其次在 在区域不断向内地扩展 现在中央的政策 正在向西藏 新疆地区倾斜 不要鼓噪什么 报复行动 再有就是 如果要是一旦发生 报复行动 中央政府只有为了稳定 只有水平 只有镇压 好 谢谢 谢谢然后您的孙先生 马云教授刚才内蒙古的 牛先生提出来一个 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在刚解放的时候呢 这些少数民族地区 还能由少数民族自己 他们来担任领导人 但现在已经看不到的 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马云教授 好 这个我觉得 首先第一个 是个历史的问题嘛 因为五十年代 你有这个少数民族的 党位数据 那你四十年代 还有少数民族的政权呢 你在三几年以后 三六年以后 在宁夏有这个文明政权 然后四零年以后 你在内蒙古 有内蒙古什么政权嘛 所以这个跟中国共产党的 斗争史啊 革命史有关 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但他反映了一个问题 他就说呢 好像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以来 他觉得这个信息越来越足啊 然后对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 少数民族的这些上层知识分子啊 或者政治基因呢 就好像觉得我爱理不理 或者是爱运不运 实际上这个解决民族问题 不是说看你的这个 汉族的移民有多少 你的经济发展有多强大 历史上任何的强国 在民族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它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反映了 一个共产党治国的思路 他就觉得从刚开始 有一种这个 马教授的这个 连线好像不是很顺利 不过我接下来要请教 是张博树教授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说 刚才马教授也说了 历史上的强国 必须先解决民族的问题 那我们刚才聊 那个内蒙的牛仙也说了 他说如果今天奥巴马 今天在中国的话 可能只能 马教授还在 好我们一会儿再请马教授 发言好了 那我先请教一下张教授 那么我们这个牛仙也说 如果奥巴马在中国 只能当村长 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的批评 这个美国 认为说美国不公平的 来批评中国少数民政策的人 会举当年印第安人 美国印第安人 或者夏威夷人的例子 来做反驳 您认为这样子的反驳 是恰当的吗 我倒是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首先还是这个 这样一种直接的对比 并不合适 就美国而言 他在历史上 对印第安人的做法 对后来对菲律宾的做法 还有对其他的几个题目的做法 这个美国在历史上 它本身也有一个演变过程 我们不能说 这个美国历史上 他们对少数民族的做法 都是合理的 他们曾经有很暴虐的一面 但是到目前来讲 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 它在这个方面 已经有了长度的进步 奥巴马能够成为总统 我觉得这就有证明 那么就中国而言 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老问题 其实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的话 说复杂也复杂 说不复杂也不复杂 如果说我们真的 这个做惯为思考 珍重少数民族自己的这个权利 包括他的政治权利 文化权 宗教权利 那么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 我觉得事情并不是说那么难解决 习近平新政的话 上了以后 他这个强力反贪腐 大家都觉得不错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民族政策方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发现仍然延续的是过去的做法 就是一味的打压 其实的话 这个中国今天的少数民族问题 是一个很复杂的背景 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你要找到问题的原因到底在哪 特别是要让渠道 让我们老百姓 特别是少数民族老百姓 他们的真心想法 他们的愿望 他们的不满 能够有正当的渠道 能够发挥出来 能够讲出来 你一味的打压的话 最后这个情况是 能是越来越高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现在看不到习近平的新政 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什么新的举措 这个很可惜 那张教授 为什么习近平或者说中国政府 不可以把这个渠道打开来呢 这个渠道如果打通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对呀 其实我觉得打通的话 它只会好 只会是好事 不会是坏事 但是为什么它不打开 这又涉及到共产党 这样的传统思维 它总觉得的话 第一 我这个言论我要控制 我要报所谓正能量 我要报正面的东西 那么凡是不利于我这个政权骨骨 或者不利于这个 所谓国家稳定的这些消息 我就要把它内部消化 我不能让它公开化 但是这样一种思维的话呢 说老实话非常非常落后 非常非常成就的思维 这不是一个治理现代国家的一个通路 那么治理现代国家的话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让这信息通开的 你要相信老百姓有这种能力 有这种判断的能力 那不管是少数民族问题 还是中国其他方面的问题 都是如此 既然是一个法治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民主的社会 那么第一条的话呢 就是应该让这个社会的信息 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大家能够共享 而且你要相信中国的公民 应该足够的通过学习具备这种问题 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们没有看到当政者 在这方面做出一种 应有的一种姿态 应有的气氛 好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 另外一位观众的热情电话 请河北的党先生 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党先生您好 请讲 您已经在我们线上了 能听到 能听到 党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我们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 中国政府这个法律 尽管是民主治治区法也好 民主治治区法也好 或者是政府法律也好 它怎么就不制限这个组 别人村民人员会律治法 它都不这样 好 谢谢河北的党先生 我们最后大概只有 两三分钟的时间 想请马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在中国在传统上 对少数民族有一个还债说 所以中国政府对很多少数民族 很多优惠的政策 您刚才也提到了 有很多倾斜的政策 还有很多原葬原疆的工程 那在您看来这些做法 是加强了还是减弱了 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分离意识呢 马教授 第一个 咱们在讨论这个中央政府的投入 跟少数民族分离的意识 加强或者减弱 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少数民族分离 或者分裂 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个真的面具 很多人在讨论动不动有什么问题 就跟什么三股势力呀 分裂主义 那你要想想 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不管是藏人 维吾尔人 蒙古人什么 只要是正常的老百姓 大家度面那么高的 好像是非要搞一个独立国家 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里边 应该存在着一个政治的认定 或者是政治的定位 当然这个政府的投资呢 从摩顿意义上来说 确实是改善了一些基础设施 但你能不能汇集到 少数民族的个体成员 这个很难说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参与的公司啊 个体啊 这些资金啊 往来 基本上都是由内地的汉人主导 所以这个东西从 如果说你从东部的角度来说 你加大投入 但是你从当地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你加大了差距 所以这个现在我觉得 中国政府应该是 尽量的让当地的少数民族 参与性的建设 不然的话 你只是让这个汉州移民 或者东南沿海的话 你只能造成一种掠夺性的 投入电汇法 计划矛盾 是的 谢谢马教授分析 那最后我们只剩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请张教授来分析一下 今年实施30周年的 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 您认为它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是否达成它应该有的目的呢 那我们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基本上是失败的 是吧 很可惜 基本上是失败的 我们希望这个情况有所改变 好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关于中国民族区自治法 实施30周年讨论就告一段落 我们刚才听到了 张教授认为说基本上他30周年的成果是一个失败的成果 那我们感谢这个张博树教授 还有美国马里兰双宝大学的马海云教授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那么在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带您关注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的一案审判结果 以及呢中国娱乐界人士吸毒的问题 欢迎您到时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 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本留言 此外呢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Facebook还有Twitter的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Facebook.com-voaio 还有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 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吴欣欣 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